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乙肝病毒携带者是一个笼统意义上的诊断 现在看来乙肝病毒携带者 里面只是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人群里面的很少一部分 如果我们今天用肝脏活检的办法证明 相当一部分过去我们认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 实际上就是乙肝的患者 有相当一部分还有早期肝硬化的表现 所以不要误以为肝功能正常 没有太多的不舒服 就认为没有得乙肝 仅仅是乙肝病毒携带者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慎重的做出决定 看他是不是真正的乙肝病毒携带者 但是如果要定义的话 就是没有症状 化验的肝炎发作的化验检查没有异常 另外呢就是本人呢没有症状 也就是没有不舒服这个表现 就叫做乙肝病毒携带者